外觀看似沒問題的餐廳 走進來卻看到梁柱傾斜 地板異常呈現 廚房的門框已經變形 向右歪斜 鋼筋骨已經沒有辦法說 你要給他吃 因為是怕他下陷 十七十八號的連續強震 台東路野一家知名餐廳 建築嚴重受損 餐廳裡裡外外 滿地都是碎玻璃 屋外大住也被震出裂縫 實際拿水瓶一測量 房屋明顯向右傾斜 要重建被震壞的家園 是比龐大的費用 因為一個地震 要翻證 然後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很辛苦 老闆無奈地說 開店以來碰到很多次地震 颱風 沒想到這兩次強震 讓餐廳根本不用營業了 全家人也因為強震 完全不敢回到屋內 只好在自家停車場搭帳篷 屋主希望政府能出面協助 幫他們渡過難關 記者潘正協 周孟如台東報導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某某水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